1975年开始的传统系的录音录像工作 在高度保密中高效的进行着 它的规模日益扩大 形成了全面铺开的趋势 中文字幕——YK 发展到后来以后 我记得在市所 我们住在市招 北京的市招 公务院市招 后来就扩大了 就变录像组 这录像组它是不单单京剧 我记得洪仙宇 我还去谢洪仙宇 因为我关起了工作 长江玉 把这些老玉尊飞 把这些老艺术家统统集着在北京 集着在北京以后 然后就是分配任务 各具种 王艾艾 刚批判了王艾艾 一会儿王艾艾 又请来 王艾艾艾 我记得他排的是算粮 然后就各具种多 整名老习 京剧特别多 尤其京剧特别多 这工作又搞越大 又搞越大 然后整个北京 已经好像是设置到 有困难了 就分到上海来了 在传统的雷胡拉戏中 演奏者一个人用一键乐器 模拟了所有戏曲舞台上的声音 但是这样的模拟 却显得比较单调 当时的录音 进一步丰富发展了这个形式 因此呢 后来呢 这就下达这个任务了 就是说 让音乐也 契乐的演奏家来演 来模拟人生 京剧团的乐队来伴奏 还是京剧团的乐队 文场舞场都是原样的 那么就是这个人呢 契乐演奏家呢 就专门来搞的人生模拟 终于后来知道了 但是也没有正式的宣布 就说最好仔细了 是毛主席说的 他说契乐要声乐化 就是你拉的要想唱的 你拉的像干部之列的 你拉的就要想唱的 契乐要声乐化 声乐化应当到 京剧宝库里头去寻找 然后呢 可能最高指示的话呢 在为了执行毛主席说话以后呢 所有的演奏家们 一无脑的都在 当然也是当时的余郭勇的安排下 都在学习 学拉 学谈 进去 那个闽慧芬 他的二胡 他来模拟 《肖亚精》 他来模拟 什么徐蒋德 什么王范蒂的琵琶 余信发的笛子 等等 一批人 其中上海人还不少 上海的这种契乐演奏加不少 那么他演奏 总共演奏前后大概有六十几段 也是相当数量的 说天天他天天觉得不太满意 余慧勇啊江青啊不太满意 那么这些都是大艺术家 那怎么办呢 就请人来给他们讲一讲 在京剧 你在演奏的时候要注意什么 那就请了这个马兰良的琴师李穆良 李穆良他是演奏金湖的 他本身原来也是学唱的 我就记得我还陪着这个 敏慧芬到李穆良家里去过一次 专门李穆良给他讲的演奏当中 如何能够演奏出金剧的这个味道来 哪一派的什么味道 你怎么能演奏出来 这部分也花了不少功夫 这一阶段呢我在里头 这一堂中工都都是我在主持的 李穆良老师呢是我们的总顾问 所以在这一个阶段下呢 除了我 不单是我啊 还有所有的二胡啊琵琶 这些大演奏家们呢 这一路上 确实是一个很高的 飞跃提纲 这一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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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保存一批资料 批判地继承文化遗产 推陈出新古为金庸 秦才出到北京 时任文化部长的于慧永 在开会时就是这样传达的 排这个嘛 你们不要有错误的理解 尤其是现在 右穷翻看风 不要使那个别有用心的人 来破坏 我现在告诉你们 排传统戏 是为了给今后文艺革命 推情出新 留点资料 作为我们今后创台 现在系的参考 哦 这样 感觉要做参考 说大家都不准记 只有脑子记 那么大家就冷静地听呗 所以你们回去 要教育我们的革命文艺战士们 他们也不要胡思乱想 也不要乱猜 今后这是留资料 以后还是要继续搞现代系的 还是要搞节级斗争的 然而这个理由 却并不能令人幸福 以后的工作中 大家对此也形成了种种猜测 这方面我确实不太知道 我只是呢 我给我的印象就是说 从其他的我看的戏 我认为这个戏没改过嘛 他要这个戏 这个戏原本不动的 包括湖南也有很多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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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都没动 原本不动的就是给主席看 我看呢 那次的任务呢 并不是说说改革还是什么 后来呢 又扩展到录一些别的剧种 开始录别的剧种 比如说三西邦 三西邦的禁剧铺剧都录了 他四大帮子大概准备都要录的 后来录了可能七八出戏以后 后面还有安排就没有再录下去 是河北帮子 河北帮子呢 这个以北京河北帮子剧团为主 他有个演员叫刘玉玲 这个录他的一些戏 还有一个河北省的 帮子剧团的七花坛 录他的一些戏 电台还开始录楚剧 河北的楚剧 什么葛麻呀 什么李天寿 这个李天寿啊 这类的戏 也录了几处 在众人眼里 这样的工作多少显得有些杂乱无章 从翻录和录制的东西可以看出 谈不上什么继承文化遗产 所以跟我们说呢 这是为了继承传统 那我们就也觉得不大像 为什么我们觉得不像录这些戏 它不是这个好像从 看起来不像是 真正要认真的继承传统的 冲突茫茫 这是第一 第二在选择计目上 也没有一个章法 想到什么弄了什么 第三你想想看 我对戏金句不是特别的熟了 但是我想的话 你这个金句 四大名大 每一的戏没有录多少 就录了一个凤凰潮 上小元的戏没有 徐卫生的戏就录了一个红娘 陈彦秋的戏也没有录什么东西 但是没上陈徐 没有认真的去录 那么这个老生呢 盯着录了一个高盘 那至少是鱼 颜 膏 马 潭 杨宝生 徐晓伯 都没有系统去录 实际上电台电视台的人 心里还是有数的 通过各种渠道 大家都知道这些戏 是送给毛主席的 是为他养病录制的 所以我们从那里猜了 这很可能是毛主席养病 不大象的 真正要继承传统 但是这时候又不好说 因为在那个时代 领导人生病呢 那是保密的 不能随便说 可当时我们也没人敢问 说这个电影拍了是 为什么 是谁叫拍的 那都不知道 那我们拍完电影回去 我们那个摄影师 说把那个小胶卷 给我们一个吧 都不给 那么一个小的人都不给 不给 回去了 谁也不敢说什么 后来后来才知道 那时候毛主席 那个 甚至不好 他很喜欢戏剧 他不能出来 但是也是听说 我们也没法证实 究竟是什么 竟然是为了 毛泽东养病期间 看戏的需要 当然在选择剧目的时候 就在很大程度上 体现了毛泽东的个人喜好 如1976年4月15日 在文化部 录音录像组全体会议上 有更金群 传达当时文化部领导的意见 要求将杜静方 李炳叔两位演员的戏全部上报 选择剧目时要注意 不要太悲的戏 不要清关戏 不要红楼梦的戏 要一些风趣的剧目 并指定要杨春霞准备杨门女将 拍龙江颂 龙江颂电影已经拍完了 然后已经上映了 后来又接到拍神椅子 拍神椅子 神椅子嘛 这出戏嘛 然后演出完了 又决定要拍 拍这个神椅子电影 这个就是 在这之前有接到一个 要拍这个恢复 他们要叫内部资料了 就是拍传统戏 叫我去拍望江亭 指定杨春霞的凤凰潮 凤凰潮 杨春霞还是你们上海出来的演员 长得很漂亮 昆曲唱得还不错 现代戏呢 应该说演得不错 柯香演得很好 当时是 但是呢 要说唱凤凰潮呢 他并不是在当时 并不是他最合适 说啊 那直接跟着 梅先生学凤凰潮的人 还有好多嘛 是吧 那么就指定他来唱 他也很困难 因为他要演杜鹃山 他的全副精力都在杜鹃山啊 那你又要他来凤凰潮 他又不很熟 那这个任务又必须完成 那怎么办呢 把张军秋请来 在这个录音室里 杨春霞在下面录 录拿不对了 张军秋再跟他说一说 他在录 就等于是一边说戏 一边纠正 一边把这个戏录下来 很多都是这样 这个因为当时这个情况下呢 我估计是 因为是毛主席想看哪位演员的戏了 说了一句 那么就录 都是传达的嘛 说中央 中央首长嘛 要求要 要留些内部资料 拍电影啊 电视录像啊 就是 就是我们 在我们想法 这些任务都不会属于我们 因为都是老 这些老师们 老前辈们 我们才学 学完了也没演几年的传统戏 一下子就演现代戏了 我想这个 要是要演传统戏 肯定是找不到我的 就没想到 通知我 叫我去 叫我去拍这个 王江亭电影 我说这个张军秋老师 这个电影拍得相当好 找我干嘛 我说我 我是他绝症 我说我怎么能拍我 这个不合适的 他说这是领导给的任务 你要完成 领导点 他说这是上面领导点 点名要叫你来拍 那我们 就绝对都得服从了 所以就积极在准备 但是他说我们找的是张 张军秋老师的大宝官 我说那也可以 张军秋老师也是我老师 我60年也跟老师学过系的 像王江亭 我都给老师学的 我说您 您赶快尽快找到 因为就一个礼拜的任务 所以三天 我就把它全部都拿下来 把唱枪啊 把唱枪啊 念白啊 全部都把它拿下来 然后我提出 我能不能把张军秋老师 请出来 请老师来 再指导我 因为我必定 这个演现代系已经十年了 我说这个老师对我来讲 恢复一下是 还有一定的困难 希望能把老师 请出来帮助我 他们也很快的 就把张军秋老师 就请出来了 所以老师在给我 在唱念 一些调度 给我说一说 那我调上的时候 老师再来听 先是先给我先抠 就是我们不要有情的 就是两人面对面的 我唱 老师在听 来给我抠 这种临时起意识的录制 显示出了极大的随意性 而当时演员们 在日常的样板戏演出 与传统戏录制之间 有一些摇摆不定的矛盾心理 这二者都影响了录制的质量 你想接受这个 望江亭的这个任务 也没得就尽快的 往里的找 但是还是唱出来 你一听录音 怎么这么硬啊 这句怎么唱的 怎么这么唱 应该要这么唱 那现在 当然现在更能听得出 当时也听得出来 就感觉到 哎哟 这个怎么不好听 唱着 那时候就是这么样的 就是要求你 因为你不可能 把这个传统戏的 这些唱腔的唱法 和韵威用到现代戏里头 所以就拼命的 都得要把它的望光 然后你倒过来 再再录传统戏呢 那肯定的 这个现代戏的唱法 肯定会用到传统戏 就感觉到不好听 哎 为什么唱得这么 这么不好听 怎么会这么硬啊 对 哎呀 一夜飞 我照耀 啊 我照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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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下 掌 柳天的海 啊 潮雪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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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潮烈 潮雪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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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胎子两类汪汪口口 欧山山谷的许 C 虽然在录制过程中 总是会接到这样那样的随意性指令 但是在当时从上到下看来 这都将是一个长期的工作 所以无论是上面的决策者 还是下面的具体执行者 都劫其所能 努力制定出拍摄计划 这些计划汇聚起来 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规模 那么这些计划是怎样付诸实施的呢 请您继续关注我们节目的下一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